大家好 这个 有人问我啊 说这个美国如果倒了以后 中国是不是就安全了啊 我觉得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 是一个非常值得谈的问题 但是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先谈一个生活上的问题 就是这个 老人 这个 养老公寓的 那个 包吃包住的 那种方法是否健康 我主要是讲的饮食啊 是我健康谈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会谈这个问题呢 因为大家知道 我的国家是挪威 这个挪威冬天是不能过的 所以每到冬天呢 我都会要出来 以前的冬天 我会在美国过得比较多 但是现在呢 那个两个美国孩子 我领养的已经长大了 都是大学了啊 所以我也对美国实在是 也是有些厌倦了 所以我这两年就没去了 所以今年啊 就是去年的那个冬天 我在今年年初啊 我都是在菲律宾啊 在马来西亚 在东南亚这些国家 那么今年呢 我想在祖国啊 我想到云呢 去看一看 这个什么桐桐村呢 什么米勒呢 大理呢 还有什么西双版纳 还有宝什么什么 很多地方吧 我很想去看一看 最近我就收了收 这边的一些情况 发现在这个地方 有大量的 所谓叫老人家的 这个退休的 群聚的这样的公寓 有88块钱包吃包住的 有66块钱包吃包住的 最便宜的 还有30块的 我不知道那个30块 它怎么进行得了 30块还包吃包还包住 30块钱的一个月就 一千万块钱就搞定了 对不对 所以我很想去体验一下 这些中国老人家的生活啊 很多地方 大概还有这个什么 棋牌室啊 还有卡拉OK厅啊 还有这个健身房啊 还有乒乓球啊 最近我在打乒乓球 所以乒乓球对我说很重要 但是看来很多老人公寓的介绍 大多数都是在介绍 他们吃什么 都想要自己这个地方啊 我们这个老人公寓啊 我们这个老人 这个叫他们叫什么基地吧 这个伙食好得不得了 就一个一个拍 都是十几个菜 还有还有什么西方牛奶豆浆 什么什么油条烧饼 乱七八糟饮料 那就是非常非常非常丰富啊 而且一天是三餐 我就在担心这个问题啊 这个自己不做饭呢 说心里话 这是一个很大的乐趣没有了 我是喜欢自己做饭的 我走到哪里 我都要自己做饭 你看我在菲律宾 我都自己过往瓢盆都买了 我都自己做 你们自己做的东西 我吃的放心 我知道我买的原材料 是什么材料 对吧 然后我自己煮的吃 我知道你们放了什么 什么调料 我很放心 再还有就是自己喜欢的味道 最主要是这个制作餐的 这个共同学 你要弄脑筋 去想我今天吃什么 配什么菜什么呀 我就这个东西好吃 它有一种创作在中间 其实你去注意啊 这个艺术家 反正搞艺术的人 搞文学的人 搞创作的人 其实都很会做饭菜 因为它本身是一种创作 而这种人他不喜欢洗碗 因为洗碗 它没有这个技术含量 但是我看了这些人啊 这个一天三顿这么吃的话 我就很担心 一个是 它食物的来源 像这些基地啊 它如果要做这么多菜的话 它那个肉类 它那个鱼产类 它的所有的蔬菜类 水果类 我想它一定 不是有机的 当然现在 讲有机的是有点 有点奢侈了 基本就没有了 你自己到超市去买 也不是 也不是有机食品了 对不对 很少有有机食品了 那至少他们不会去买太贵的东西 他不会买质量太好的东西 这是第一个 它的食材 第二个就是说 它这个 这个烹饪过程中间 那这个他们 他们这个专业的师傅 是有很多好办法的 他把这个味道要做的好吃 包括已经 有些菜可能都已经不是很新鲜了 经过他们加工以后 你根本都不知道 你吃的都是那种做料的味道 第三它肯定是放很多的添加这个作品 做料 放很多的那个那个那个香料 各种各样的东西放很多 这个还是其次 我们就讲有一家 非常非常良心 他这个采购都是老板娘亲自去买菜 他对每一个顾客的这个这个健康都非常负责 他都是选最好的材料 最有机的东西都是最良心的 我们就是这么讲 那么这个老人家一天三顿 对生肚有没有好处 其实啊 我们这个经过了这个发育期以后的老人家 像我们这样的年纪的人啊 一天根本不需要三顿饭 根本不需要三顿饭 其实人呢 一天吃一顿饭足够了 就一顿 那么由于我们有三顿的习惯呢 我现在是吃两顿 我已经很多年都吃两顿了 早上也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说早上还是吃的比较足 就做一顿饭再吃 那现在我就是早上也吃的很简单了 就是这个吃了面条啊 吃个馒头啊 就是一碗牛奶啊 就放一点咖啡啊 喝牛奶啊 弄两个鸡蛋 这就早饭就可以了 这一直可以撑到下午的四五点钟 下午四五点钟 你吃一顿饭 吃一顿正式的餐 也吃不了多少 吃了以后 那你在晚上就睡得很好 因为你到了四点五点钟吃完以后 那六七八九十 你把十点睡觉 十一点睡觉 你又吃完饭以后的五六个小时 你开始睡觉 你的胃是干净的 你这个生活状态是非常健康的 真的 你想想看这个人啊 都是诚实的 不是饿死的 那么多病啊 这个膏那个膏啊 都是吃出来的 吃出来那么多病 如果说是这个仓 这个中心 为了人的健康 它限量 就说七岁的老人家 八岁的老人家 我只给你吃这么多 吃个七分饱 对吧 不让你吃多了 那是对这一项是有用的 但是呢 它显得大方 它要十个菜 你去想想看 再加上中国人啊 以前还够饿啊 他那种饥饿器在中间 他就觉得觉得饿 有东西要拼命吃 再说反正是自夺藏 不要钱 十几个菜 你每一样 哪怕加一点 一盘子就那么多了 你一天还吃三顿 对不对 这个人的心里就是这样 你既然是免费的 既然是 或者说 已经是包括在我的费用里面 我把它吃回来的话 我觉得耗不来 所以我现在是不吃自作餐了 我上次看了一个视频 也是在昆明不远的地方吧 有一个地方 据说还有十块钱的自作餐 我的个天 十块钱人民币吃自作餐 那是什么概念 那个餐馆怎么赚钱呢 十块钱 十块钱 你在上海 在日本 买几个青菜嘛 他还要整个饭的菜呀 还有饮料啊 乱七八糟 十块钱 那你说你吃的是些什么东西吗 那吃的越多对生育越不好 所以我就很担心啊 像这样的养生方法的话 我即使到这种地方去的话 我要管不住自己的嘴的话 我一定会吃太多 吃太多多一定会出毛病 所以我是建议啊 这个所有的这个 老人养育 这个这个这个叫什么 这样养老中心啊 要配搬营养师 你如果把你这个地方做成事 不是来宣扬我这个地方吃的怎么怎么多 我有十几个菜 我要怎么怎么做 而是宣扬的 我们这对老人家的身体有好处的养生方法 用了营养师 用了养生师 去管你们的身体 实在的锻炼啊 实在的出去玩啊 实在的社交啊 实在的一些一些活动啊 比如卡拉OK会啊 卡拉OK不是谁拿的 是卡拉OK用唱啊 你是要这个练习练习以后 正是像个像个演出一样啊 对吧 你达不到水平不让你演啊 要这样的 平时比如说一个星期啊 表演一次 大家都去听谁唱歌 那其他的呢 你是可以自由在那里练习的 对吧 等等这样的活动吧 或者小小的乒乓球赛比赛啊 小小的这个棋比赛 做很多活动 社交活动 然后在吃的方面 去管住这些老人家的嘴 不让这些老人家乱吃 跟他讲 你这时刻吃这么多 每个人派营养师告诉你 这样吃对你身体有好处 你是适当的要加蛋白质 你是适当的要多加 这个奶制品 你是要适当多加 这个蔬菜或者水果 这样的中心一定会人气 一定会比那个宣扬说 我这里有十几个菜 随便的吃 我这个中心不随便的吃 我要管住你的嘴 这样的地方 我觉得会更加人气 所以今天这个冬天吧 我下面就回日本去一下 接下来去不去美国 再考虑 如果不去美国的话 我就准备去云南 去云南 我就想拜访很多这样的地方 也为他们做做宣传 也为他们做做视频 也把我这个观念 想要输入给他们 不是要给老人家吃很多 怎么怎么样 不是的 要给老人家心情愉快 生活健康 他的生活方式 以及饮食方式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希望对以后的养老公寓 这个基地的这样的经营者 明明为何要如此残酷 为何要这样折磨我们 比如在沙漠艰难爬行 看到前面有一片宇宙 当我们满怀希望 像宇宙梦不过去 却发现自己高入 不可自拔的沼泽 当我们满怀希望 像宇宙梦不过去 却发现自己高入 不可自拔的沼泽 明明为何要如此残酷 为何要这样折磨我们 比如在单身孤独的时候 邂逅一位聪明美丽的姑娘 当我们满怀希望 像姑娘梦不过去 却发现自己漂入 母老虎的怀抱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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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宇宙梦不过去 要这样折磨我们 比如在沙漠艰难爬行 看到前面有一片绿洲 当我们满怀希望 像绿洲望不过去 却发现自己高入不可自拔的沼泽 当我们满怀希望 像绿洲望不过去 却发现自己高入不可自拔的沼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